领棋做足了充分的训练 他离开结束之后 龚金杰离开场地下面是郭爽的时间 这时候郭爽还领先对手 0.176秒 郭爽冲刺 赢了 26岁的龚金杰 虽然又生气又失落 但并没有选择煽情的戏码 因为这不是咱们东北姑娘的性格 你给我等的 而是在四年后的礼乐奥运会上 带着花木兰以及木桂英 强势回归 龚金杰带领中天使 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杀进决赛 并在决赛中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决赛的画面 好 比赛现在开始 龚金杰是在利用自己的第一圈的 冲刺能力 来把速度带到最快 后面的冲刺轮 我们来看一下 冲天使最后的重刺